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Planelab植物实验室 这是植物种植大百科的第二集 EP2 在前面上一集 我们介绍了植物种植的盆器 以及该如何选择盆器 那在这一集呢 我们会介绍植物的栽培介质 植物的栽培介质分为很多种 我们会分为上下两集来做介绍 首先呢 第一次听到栽培介质的人 应该会在心里有一个问号 什么叫做栽培介质 这以下呢 我们提供一个简单的定义 基本上任何能够拿来栽培用的东西 都可以成为介质 那介质呢 它可以提供给植物根系附着 或是固定的中介物质 维持植物生长发育 供给植物呢 生长所需的水分 以及养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称为 它是一个栽培的介质 各种不同的栽培介质 有其不同的特性 需是所要栽培的植物类型 去做选择 那么 理想的栽培介质 会有需要怎么样的特性呢 基本上 它必须具备良好的保水力 还有保肥的能力 当然最重要的 还有它的透气性 在前面呢 我们针对栽培介质 做了基本的介绍 那在这里 我们要将栽培介质 分为三个类别 来做介绍 第一个类别是土壤 也就是真正的土 那另外两个类别呢 分为是有机的无土介质 以及无机的无土介质 那这两个类别 就是不含土的 那第一个 我们要讲的是土壤 根据土壤的颗粒大小 其实又可以分为 细化的三个类别 第一个是颗粒最大的 叫做沙土 那颗粒最细的呢 我们会叫做黏土 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 我们叫它淤泥 再来是有机的无土介质 有机的无土介质呢 是来自于大自然 天然的有机物质 制作而成 像是泥碳土 椰仙椰块 水苔 树皮 稻谷 木屑 蛇木 等等 那最后呢 是无机的无土介质 无机的无土介质 是非有机物质 制作而成 或者是天然形成的 像是 炙石 珍珠石 发泡链石 盐棉 赤玉土 火山盐 栗石等等 在上一张的投影片之中 我们介绍了非常多种的栽培介质 那在接下来 会针对每一种的栽培介质 做详细的介绍 首先呢 我们会介绍的是土壤 根据土壤的颗粒大小 可以分为颗粒最大的沙土 以及颗粒最小的黏土 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淤泥 那以上三者在混合之后 就会形成所谓的壤土 我们在大自然中见到的土壤 比较尝试以壤土 这种混合的形式存在 而粘土 淤泥 跟沙土 这种单一形式的存在呢 几率会比较小一些 再来 不同的土壤组成比例 其实会影响到它的饱水性 饱肥性 以及透气性 三种重要的介质特性 我们拿沙土 以及黏土 来做一个比较 沙土呢 它的颗粒比较大 它的吸水跟排水的特性会比较好 但相对的 它也比较不容易保持住肥 适合种植耐贫瘠 要求土壤排水良好 且疏松的作物 像是西瓜或是花生 那黏土呢 黏土的孔隙比较小 它的饱水性跟透气性 是不一样的 它的饱水性佳 但是它的透气性差 那利用这样的特性呢 可以种植像是水稻 或者是莲藕 这样的作物 蓝土 蓝土呢 通常有较佳的排水能力 跟饱肥能力 较有利于一般植物的生长 它的通用性是比较高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左边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呢 它是所谓的土壤三角图 那每一个斜边 它都代表了 某一种土壤成分 从0%到100% 我们可以看到淤泥 也可以看到沙土 也可以看到黏土 并且在中间 我圈起来的这个地方 它就是壤土 那借由这张图 我们可以去了解到 自然界中 借由不同的组成比例 分别可为组成什么样的土壤 泥碳土 泥碳土呢 它主要分布在沼泽 湖泊 古地 以及低洼湿冷的地区啊 其实像左边这张图 就有可能可以形成泥碳土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它的组成成分是什么 其实它是苔藓或芦苇等植物呢 在积水缺氧的环境下死亡之后 在水中 今年累月的堆积之后呢 所留下来的纤维泥碳层 那泥碳土 有什么样的优点跟缺点 以下我们来做个介绍 它的第一个优点是 它的饱肥 饱水 跟透气性 都是好的 第二个 它没有病害 没有虫害 也不容易令幼苗感染 原因是因为呢 它是在一个缺氧的环境下生成 理当 就不容易有虫害 第三个 是它的有机质的含量高 能为植物提供更多的养分 再来我们要讲一下 它有优点 当然也有缺点 它的缺点第一个 是它的透水能力不好 控水 不当呢 它容易造成烂根 第二个 是泥碳土 它是弱碱性的物质 需要避开不适合的植物 第三个 蛋 根磷 这两种植物所需的组成成分呢 它的比例是偏低的 需要透过混合其他的种类介质来添加 或者是额外利用肥料来做添加 我们看到右下角这张图 右下角这张图呢 是泥碳土的组成比例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nitrogen 以及phosphorus的比例成分呢 基本上是借在2%到3%之间 所以其实它的比例是相对低的 那我们必须利用 添加额外的肥料 来增加泥碳土的肥力 椰土 椰鲜 椰块 它是大自然之中的椰子壳 加工制作而成 依照形态呢 由小到大为椰土最细 椰鲜是中等的大小 椰块是最大的 那形态的大小呢 也造成了不同的排水透气能力 椰土是最保水的 而椰块是最排水的 它的优缺点分别有哪些呢 第一个 优点 排水透气性是良好的 这个特性可以用在椰块上 第二个 保水跟保肥 在椰土跟椰鲜上面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 保水跟保肥的能力 再来是无菌 无菌的部分呢 是椰土 椰鲜跟椰块都拥有的优点 第四个是它的价格便宜 再来是缺点 第一个 缺点呢 是本身是没有肥力的 我们必须额外添加肥料 第二个 是它因为椰子呢 通常它可能产地会在海边 所以呢 它会含有盐分 如果要使用的话呢 尽量是让它先泡水 冲洗之后 冲去这些盐分 再做使用 第三个 是它用久了之后呢 容易酸化 产生酸性的物质 而这酸性的物质 可能会影响植物根系的发展 所以时间一久 人必须做替换 这些呢 是必须注意的事项 树皮 树皮呢 通常来自山树 松树等废弃木材来制作 或者是像台湾早期 有拿龙眼木来做成 多用于需要根系透气性良好的 纸在上面 增加混合介质的排水能力 它的优点 它的排水 透气性是良好的 第二个 吸饱水分之后的树皮呢 它的保水性也还不错 它可以持续增散水气 让植物的根系使用 第三个 它可以拿来覆盖表土 避免雨水冲刷让表土流失 再来我们讲它的缺点 树皮这种东西呢 它会含有分类的化合物 那必须透过浸泡跟水洗来做处理 第二个 树皮嘛 那可能会含有户外的一些虫软 或者是虫子 我们需购买经过处理后的树皮 才能避免这样的问题 第三个 是树皮的饱肥能力较差 水苔 水苔这个东西呢 大家应该非常常听到 水苔也称为泥碳险 在沼泽中密集的生长 那下方老去之后的泥碳险会死亡 上方呢 会持续生长 长久下来会累积成厚厚的一层 主要产地是来自于纽西兰 智利还有中国 纽西兰的水苔的品质最好 但相对的价格也是最高的 中国的水苔价格较低 但是呢 它的品质比较差 纤维会比较短 可能一抓就松掉了 它的品质是比较差的 再来是智利的水苔 智利的水苔呢 它的品质跟价格都适中 是我们最常拿来使用的 再来我们讲一下水苔的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 它的吸水保水跟保肥的特性都加 当然这是取决于 你将水苔捏得多松 或是捏得多紧 捏得越紧 它的吸水保水性就越好 捏得越松呢 它的特性 吸水保水性就会降低 再来是它的透气性也是好的 当然这是在水苔捏得比较松的情况下 第三个 它是干净无菌的 使用水苔可以减少病虫害 去影响到植物幼苗的生长 再来是我们讲它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是水苔使用久了 容易腐烂 腐烂之后呢 水苔会释出酸性的物质 也会影响到植物根系的生长 第二个点 因为它相当的保水 在捏很紧的时候 所以在水苔捏得较紧的时候呢 我们会需要注意水分的控管 避免植物烂根 第三个 再相对于第二点 如果我们捏得比较松 那可能会干得比较快 那干透的时候的水苔 会难以再吸水 我们必须用浸泡的方式 让水苔再复活过来吧 第四点 水苔本身是缺乏肥力的 我们必须额外添加 来帮助植物的生长 我们这集 针对植物栽培介质的介绍 就到这边 栽培介质的种类非常多样化 到目前为止 介绍了土壤 泥碳土 椰土 椰鲜 椰块 树皮 水苔 等几大类别的栽培介质 剩下的几种栽培介质 会在下一集再做介绍 感谢大家的收看 另外 如果你觉得这集影片 对你有所帮助 也请抽空按下订阅 点个赞 我们下次见 拜拜